中文字幕志愿者 朱鎓·名忦 Nation of Government 這個就是用苦往今來的一個概念 我們知道斌碼雍是在秦朝的時候 才有的 他怎麼可能 從秦草跑到我們貓羅西沙雕現場 而且還騎著摩托車帶著墨慶 非常時髦的 來到這樣子的未來的城市 這也就是說把過去跟現在 古往今來這樣的一個想像 結合這樣的創意 而且上面還把我的精靈 還有我的頭像刻在上面 這也就是說在沙雕 因為他是屬於在身的想像 所以在未來想像這一塊 就做了這樣子的一個沙雕 事實上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非常多的民眾會仿照我們做的沙雕的動作 在這邊也跟著他一起騎未來車來到現在 在這個夢想影院裡面 我們是表達一個在一個科幻想像的人物 一個未來的都市叢林裡面 有不一樣的想像 而且在這個影院裡面 特別還把影院的旁邊 跑出一個未來的一個人在那邊偷看 好像這是一個想像的一個劇院 在這個劇院裡面可以展現 你所想要表達的那種劇情都可以在這邊做一個展演 我身後這個啟動夢想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整個挑戰沙雕跟電影的3D動畫 去做一個結合 也就是說他白天的場景跟晚上 他事實上在晚上的時候 這個啟動夢想的這個小孩子 他是有色彩的 而且他是可以動起來的 所有裡面的 他手上拿的飛機或者他旁邊 人物都是可以動起來 這也是在沙雕裡面一個最新的一個挑戰 那也相對的把他我們要的 我們這一次夢想流域 然後他這個就是啟動夢想 把我們的一個想像更進一步的 除了沙雕藝術的一個表現以外 再把我們這幾年台灣的一個玉題 用3D動畫的方式去做一個呈現 這個夢想方舟呢 也就是說這一次整個夢想流域 也就是說貓羅西沙雕的整個 一個主視覺的想法 也就是說把台灣這幾年的一個議題 透過沙雕的藝術還有3D的動畫 跟有故事的把它做一個相互的連結 當他結合到夜晚的時候 這所有的生物他都是可以動起來的 那他可以看到有別於沙雕只是白天的一個光影的變化 而且晚上結合3D的投影 大概有四分半鐘的一個投影 那這樣的一個動畫 勢必也是把我們最高科技跟文化藝術去做一個連結 這樣的一個概念 也希望大家在這個土地 我們重新用一個想法來看待台灣這片土地 為什麼會來創作這件作品 基本上呢 也是跟著我今年來創作這整個 今年國際沙雕藝術局的心情是一樣的 齊柏林他也是各自的力量 藉由企業的贊助從空中來看見台灣 那我是用沙雕的藝術讓大家來用沙看見台灣 希望把真正的把台灣的一個沙雕的藝術呈現在自己的土地上面 真的我們台灣這片獨地真的需要大家用這樣的一個心情 他非常高興是因為他從空中看見台灣人以後呢 得到了更多為台灣這片獨地想要付出他的 不管是文化藝術這樣的一個種子 讓台灣這片獨地更加的美好 這一個我身後這一個創作 他在整個這一次沙雕 他是屬於連動式的 連動式的沙雕創作 也就是說他把台灣 這一個我從核能爆炸以後 然後所有物種變異 然後變成是一個連動式的一個沙雕 像中華白海豚 然後這邊是做光明面 另外一面就是說 海豚裡面肚子有很多人類造成的一些垃圾 因為核能爆炸了以後 有一隻狗頭怎麼可能是章魚呢 牠就是因為海洋整個變異生態環境變掉了 還有後面那個鍋牛 然後牠身上爬出很多的小蟲子出來 然後那小蟲子事實上 牠會變得非常非常大 甚至牠還可以跟人類相互真實的那種情境 那大概這整個的一個想像就是用 重新我們這幾年台灣的一些土地被破壞的那種想像 結合在這個沙雕創作 這個十二葉的作品呢 事實上它也是表達我們台灣這幾年的一個對流浪狗的一個議題 在整個環境裡面 當牠被抓到籠子裡面的時候 牠就是被鋪殺的命運 所以說我們不要把我們一時的那種個人的喜好 影響到一條狗的一輩子 所以要嘛我們真的要對待那隻小狗 從小到他的臨終那一刻 才來養這隻小狗 不要用你的情緒來養那隻小狗 在這裡這樣子的話 牠事實上是非常的不人道的 這個用沙看台灣 我的心我的眼 就是說用我們毛羅西的沙來表現呢 重新土地的一個再生的價值 那我的心裡面有台灣 我的眼裡面有愛心 用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結合時下的一些議題 跟大家所關注的台灣 用不同的角度來表示這個沙雕 誰知道 如此 可以 是